国家图书馆 千年文明 也是国家图书馆 百年不变的情怀 皮肝力胆整十年 一部书一个早逝文人 几度繁华梦一场 一部书一段文化传奇 康熙玉至全唐诗 千古一帝 梦回唐场 全唐诗是康熙年间编辑的一部唐诗作集 共九百卷 他的堪课成功 离不开一部名叫唐诗的稿本 而这部珍贵的稿本 如今就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唐诗稿本 历经三百多年动荡风云 在它的背后 是一部书稿动人的绅士 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从它的诞生之日 它就充满了曲折离奇的经历 既然全唐诗的刊印成功 和这部稿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就从全唐诗的刊课之处 开始说起吧 康熙四十四年 康熙皇帝南巡来到扬州 时任江宁制造的曹寅主持接驾 曹寅精通诗文 是一代文学巨匠曹雪芹的祖父 也是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 康熙皇帝任命曹寅做江南制造 实际上却是让他秘密协助自己 探听和监视江南文人的反清活动 为进一步笼络和安抚江南知识分子 康熙这次南巡又交给曹寅一项重要的任务 主持刊课全唐诗 并下令在扬州天宁寺内设立官办的扬州诗局 扬州诗局相当于皇家专用的出版社 由于扬州是历代江南印刷业的重镇 康熙第几次南巡 更是亲眼目睹了扬州刁板印刷的精良工艺 康熙皇帝此次命曹寅刊课全唐诗 同时设立扬州诗局的计划 也顺理成章地一并实施 为了刻印出令自己满意的全唐诗 康熙还拿出皇宫内府珍藏的冀镇仪唐诗礼布 颁赐给曹寅作为教堪底板 曹寅不负众望 最终于康熙四十五年底完成编撰全唐诗 这部倦意浩凡的大书 能够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着 主要得以寄贞为编撰的唐诗 祭震仪唐诗稿本 从康熙三年开始编撰 到康熙十二年编撰完成 历时十年 唐诗全书共七百一十七卷 共收录诗歌四万两千九百三十一首 作者一千八百九十五人 这部珍贵的稿本 如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一九七六年 一部名为唐诗的书稿在台湾出版 而出版所用的原稿 并没有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祭震仪唐诗稿本 而是用到了台湾中央图书馆的一部 同样也名为唐诗的稿本 而它的编撰者竟然也是祭震仪 祭震仪唐诗稿本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个版本 而且这两个版本居然分隔海峡两岸 难道说这其中有一个版本是伪造的 还是其中另有蹊跷呢 根据史书记载 唐诗成稿之后没有来得及刊印出版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诗稿本 是以手稿的形式传释后人的 当年的祭震仪一定不会想到 在他去世的三百年之后 他编转的唐诗却在宝岛台湾刊印 而且这次刊印引出的两个版本的争论 还得从祭震仪筹划编撰唐诗说起 祭震仪自显西 号仓伟 扬州太兴人 是清朝时期著名的藏书家 他之所以编撰唐诗和他的身世和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清朝时既下除座关脉还经营研绎 是清出扬州的豪富 祭震仪从小天资聪颖 家里又藏书泼风 在书香的熏染中 祭震仪成长为一代藏书名家 编撰唐诗就成为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然而编撰唐诗这样的浩瀚典籍 仅凭祭震仪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办得到的 除了要有雄厚的财力 更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资料 祭震仪是如何搜集到足够的古籍善本的呢 祭震仪在编撰唐诗时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他凭借富甲一方的财富 在江南一带搜求各种关于唐诗的古籍善本 据记载 祭震仪收藏的宋版唐诗总籍别籍多达150余种 如万宝诗山 诗渊等都是极为罕见的大型类边诗集 不仅如此 藏书著名的藏书楼有吉谷阁和降云楼藏书万卷 有不少宋元课本和潮禄精良的罕见秘本 当时吉谷阁的主人家道中路 而降云楼在顺治七年遭遇过灾 祭震仪通过购买等方式 从这些藏书楼中得到不少珍贵的古籍 为编撰唐诗提供了封诗的基础 经过十年的反复校定广式补移 祭震仪终于于康熙十二年编成唐诗 这部书打破了以往历代 按照初、圣、中、晚期的编排方法 而改用从高祖开始到无名适中的方法 每个诗人富有较为详细的形状 书中对所录诗篇也做了较细致的教刊 一文教语都著名出处 以便于读者检索 保存了宋代上本的基本面称 唐诗成书之后的第二年 祭震仪不幸去世了 他呕心沥血编转唐诗 却最终没有看到他刊印成书的那一天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而就在祭震仪去世之前 为了保存好书稿 希望有朝一日最终能够刊印 他早已为书稿的将来 做出了自己的打算 唐诗编撰完成后不久 这一天 祭震仪突然去老朋友 顾松那里拜访 顾松是明清之际的 一位收藏大奖 与祭震仪的交易甚度 这次见面 祭震仪把自己清新编撰的唐诗书稿 送给了顾松 原来祭震仪知道自己的身体 每况愈下 把书稿赠予老朋友是一种信任 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帮助自己 完成刊印唐诗的愿望 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唐诗稿本的目录后 有一篇名为《书唐诗目录后》的文章 文中提到 康熙十二年唐诗完稿后 祭震仪曾命书庸 唐写过一本正本 准备刊印出版 原稿本则送给了写这篇文章的领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顾松 可以证实 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 季振仪唐诗稿本 是当年季振仪亲手编撰的原稿本 然而从顾松的文章中 我们了解到当年还有一本正本 那么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究竟是不是那个正本呢 在顾松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 还有另一篇题词 其中提到在顾松的契贤堂中 还保存有另一本唐诗稿本 原来当年季振仪命书庸腾写的正本 几经流传也最终被好友顾松收藏 在经历了在顾松那里的短暂聚首后 两部唐诗稿本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令 一部书稿最终来到台湾 而另一部一直在民间流传 直到1937年被郑振夺从民间藏家手中构得 入藏当时的中央图书馆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部稿本中前有《扬州济南宫珍藏印》 和《张熙觉》《汪世忠读书》等印件流传也去 书中还有一篇拔文这样说道 复刊时笔写正本进程 此书仍即发幻 孤佑流转入张忠言 汪浪人朱家尔 原来这部稿本就是当年流传民间的那个正本 当年季振夷编撰的唐诗稿本 一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一部收藏在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 他们不仅见证了藏书家季振夷 对编撰唐诗书稿的艰辛历程 也见证着国土百年沧桑的岁月秘迹 无论是康熙遇至全唐诗 与唐诗稿本之间曲折缠绕的关系 还是唐诗稿本颠沛流离的绅士 都为我们诉说着中国清朝一段关于藏书的历史 康熙遇至老历史 有少金 礼茶 咱们的小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